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麥克老師 今天 教學數位化所以我把上了十多年的 專利多益購書課程的講義 部分內容 我用數位的方式來錄影 提供同學在課後或是課前 如果你報名的話我會把這個檔案給你 讓你先做預習跟課後的複習 課程的內容我不多講因為這個涉及到 專利你來上課我會按照 我的講義的內容 來跟同學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這邊就 針對比較 比較 同學比較需要背的這個部分 就是 我的四部曲文法有四部曲 四大步驟 跟八條通 以八條公式來決定磁性 這八條公式的部分 我用現在 這樣的做法直接錄影 讓同學來做一個預習或者複習 我現在就直接開始 第一條公式 我們是用這八條公式 我俗稱 口訣叫八條通 來決定磁性 第一條公式 主詞 接極物動詞 這個VT是極物動詞 也就是transitive verb 後面 會接受詞 這個O是受詞 這是 一個部分 我這個斜線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主詞如果接了不極物動詞 VI是 intransitive verb 不極物動詞 後面不接受詞 這個空集合 其實看起來像空集合 就是沒有受詞 好 第一條我們就講解完了 第二條公式 主詞 如果接了B動詞 後面會接主詞不語 這個SC是主詞不語 subject complement 你只要記SC是主詞不語就好 重點在於主詞不語的詞性 你要稍微記一下 總共有分為三種 第一種 接名詞或者名詞片語 第二種 形容詞 這個adj也是形容詞 adjective 第三種接分詞 分詞也就是動詞變化當中的現在分詞 字尾是用ing來呈現 跟過去分詞 字尾規則變化的話多半是加ed 當然有不規則的變化 第三條公式 主詞如果接了 不完全極物動詞 後面接完受詞之後還會接受詞不語 那通常這一類的不完全極物動詞 可以分為以下這幾種 譬如說 have make get 這種叫11動詞 或者是 感官性質的 看到誰在幹嘛 聽到誰在幹嘛 這一類的 see跟hear 是一種 另外選定跟認定 elect consider 等等 那 參考的大概就是這幾種 你如果看到這幾種不完全極物動詞 後面有空格的話 就是受詞不語 受詞不語的詞性 有五種 那同學要背的時候可以參照前面 第二條公式 主詞不語的詞性 他都有 譬如說 名詞名詞片語 主詞不語也有名詞名詞片語 主詞不語第二條公式有形容詞 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得到形容詞 那 現在分詞跟過去分詞 分詞的部分也有 在 這邊的第五個部分 所以你只要記 記法很簡單 就是主詞不語有的那三種 詞性 多加了 原形動詞 跟不定詞片語 這五種就可以背起來 這些公式就這樣背 因為他比較沒有什麼道理 是需要你背的 所以我才特別錄影來做說明 第四條公式 是介系詞 後面如果接了名詞名詞片語 會形成介系詞片語 介系詞片語的詞性 不是當形容詞片語 就是當副詞片語 那 這四條公式你背完之後呢 你要記住一個 定理 幾乎所有多一的巨型都是 一加四 二加四 或三加四的巨型 也就是 第一條公式 跟第四條公式結合 或者 第二條公式跟第四條公式結合 或者第三條公式跟第四條公式結合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 幾乎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構出現 好我們接下來看第五條公式 前面講了很多名詞片語 同學 看一看我們前面講到 受詞是名詞是名詞片語 第二條公式也有名詞名詞片語 第三條公式也有名詞名詞片語 第四條公式也有名詞名詞片語 換句話說 考名詞跟名詞片語的機率非常的高 比例非常的重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第五條公式 怎麼來處理名詞片語 這個叫 MP是 Noun phrase Nominal phrase 名詞片語 英文的定義 跟專用名詞不用管 管內容 第一種是 名詞跟名詞 放在一起 比如說 car 名詞 keys 名詞 hotel rooms kitchen windows 等等 這是第一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是兩個名詞的中間用對等連接詞 and or but 連接 會形成 a and b a跟b都是名詞 這就是 整個就是當名詞片語 或者 三個名詞放在一起 會變成 a 逗點 b 逗點 and c 這些都要視為名詞片語 第三種比較常見 名詞前面接形容詞 形成名詞片語 第四種 按照順序 副詞修飾形容詞 形容詞修飾名詞 這種也算 第五種叫指示詞 接名詞 這個我們會在第六條公式裡面來介紹 第六條公式的指示詞前面第五條公式第五個看到的DET 叫Determinant 它是指示詞 用來指示後面的名詞之用 那這個指示詞到底有什麼功能呢 你記住一個簡單的 它的一個簡單的定理 單數可數名詞之前一定要接指示詞 舉例來講 我們看到第一個句子 例句 Apple Sweet 這個句子不對 原因是因為 Apple是一個可數名詞 而且是單數 前面如果不接指示詞的話 這個句子就不會對 負數沒有這個問題 先不管是 句意的話 單據文法來講 所以 Apple這個前面必須要接指示詞 那指示詞有哪一些呢 下面有講 有這大概這四類 第一類是罐詞 罐詞分為定罐詞 L或是 D 看後面接的是不是母音開頭的字 以及 不定罐詞 R或是N N是後面 指示的名詞 是母音開頭 那母音開頭 基本簡單的判定方式就是 A E I O U 原則上是這樣有例外 A E I O U 這樣子的字開頭 就是 母音開頭的字 第二個 這個 那個 This 單數 That是單數 複數是 These 這些 跟Those 那些 這個也是一種 第三種是所有格比較簡單一點 我的 我們的 你的 你們的 他的 His 陽性單數 陰性單數 中性 its 複數 there 這比較簡單一點 第四個叫量詞 跟數量有關 這個叫quantifier 常見的 any many some several 等等 包含比較集 more less 都算 比較注意的是 可數的要用fewer 不可數的用less 你如果講比較少的話 包含片語形態的 a lot of the amount of a number of plenty of 重點就是說你要看 哪些是用於 不可數 像 the amount of 哪些是用於可數 a number of 哪些都可以 好像 plenty of 都可以 類似這樣子 第七條公式 如果把兩個名詞或名詞片語的中間用借記詞of連接起來的話 他整個還是當名詞片語 中文的 定義概念是什麼的什麼 他有兩種解釋方式比如說我們前面看到的a lot of 我如果把他拿來做片語使用名詞片語 很多的車子 你看是不是lod是單數可數名詞 a 只是詞 不定罐詞這個就變名詞片語 cars 複數可數名詞 就很多的車子 中文 理解是這樣子 另外一種是of前後接名詞名詞片語 前面是owner 單數可數名詞接了一個 定罐詞 cars單數可數名詞接了一個定罐詞 那就變成 反過來 這部車的擁有者 就變成車子的主人就變車主 他概念是從後面邏輯從後面往前跑 第8條公式有兩個部分 8-1 第1個部分 他有運用到第4條公式的接息子片語 那我們前面回到第4條公式可以看到 接息子片語 可以當 形容詞片語也可以當副詞片語 這邊就可以看出 第一個是形容詞片語 8-1 好你看 我的名詞名詞片語後面如果接了一個接息子片語的話 他會後衛修飾前面的名詞名詞片語 整個變成名詞片語 舉例來講 people 是一個名詞 橫微複數的名詞 除非你把他當民族來講 否則是一個橫微複數的人們 in 接息子 this 只是詞 company 可數名詞 單數 所以這個就是名詞片語 this company 前面接了接息子 整個變成接息子片語 從後面往前修飾people 這就形容詞片語 他就形容詞片語 形容詞片語 修飾前面的名詞 整個會變成名詞片語 剛好放在動詞 不幾乎動詞的前面就是主詞 所以空格這個部分 可能會出 我現在刮虎起來的地方可能會是考題空格弱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 這家公司的人 你要這樣後衛修飾過來 第二個 八字二也有借息子片 但他是放在句子的前面接了一個逗點 這個會變成副詞修飾句子 舉例來看 in general 這個general在這邊是名詞 in 介系詞 這個就變成介一字片語 後面接了一個逗點 we didn't know John 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所以就變成 介系詞片語 當副詞修飾句子 in the beginning beginning是名詞 了是 定冠詞 這兩個就變成名詞片語了 in是介系詞 就符合這樣的一個概念 接一字片語的概念 放在句手 打鬥點 後面接完整的句子 也是一樣 接一字片語 當副詞修飾後面的句子 at first 一樣 first 名詞 at 謝系詞 那 整個公式我就 講完 那因為為什麼我要特別錄 因為同學對這個部分 在背的時候 通常問題比較大 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來背 重點把它背起來當公式 如果說你想要理解 你就可以收看 把我這個影片 現在錄的影片收看 來輔助你了解 來背誦 這個呢要結合到 你來上課 現場我會教你怎麼結合文法式部曲 因為後面的八條公式是 用來判定 空格 就是要你填的那個空格裡面的磁性 這樣才能 套招一個簡單的公式 簡單的步驟 來 很輕鬆的考試可以考到大概500分 到600分之間沒有問題 那 以上我所 錄的這個影片 提供同學作為 預期你報名了 我會把檔案傳給你 作為預期 跟上完課之後你來複習之用 好 我們就 今天就錄製到這個地方 還有其他的問題 有報名上課的同學 我們 再來用其他的方式 來 做說明 感謝同學我們今天的 八條通的部分 就到這個地方 準備結束了 感謝同學 歡迎同學 報名也感謝已經報名的同學 繼續 來支持這樣的一個 課程 好再見 再見